我告诉你哦 如果要找着靠近新加坡 而且呢又要有 Corner House 的一个天字屋 你看这间就对了 哈喽 在视频圈里大家 五安火军松快乐90后房产 Desk Property 今天在一个太阳非常烈的时候来 来给你介绍一间呢 真的算是一个好屋子 刚刚我进去我看完整个屋子呢 然后呢有个屋主谈一下来 我真的发现到这个屋子呢 你们不看真的是很可惜 首先我们今天来到哪里给你介绍这个屋子 这个屋子呢在Nusatuta 第二区 这一边呢给你介绍一间脚头单位 全专修 全扩建 全家私 还有哪种私人用品罢了啦 这个屋子我敢告诉你真的 我进去里面我挑不到毛病 因为整个屋子真的很细心照顾的那种 我们废话不多说 我们来看看 首先你可以看到这一边呢 它是有保安威力的一个社区啦 所以呢这边呢 它的保安威力每个月呢是130块钱 每个月130块钱 首先如果我们演练的呢就是它的 AutoCAD 这些都有的没有问题的 因为屋主刚看出去就绕一圈罢了 方便我们拍摄 然后一进来呢你看它的 Warning 整间呢都是连到旁边的31层地 这一间屋子呢前面方向是面向南 旁边面向东 我们所知的就是 财气东风来了 那你做事做办事做事平步清云 来我们来看看这边 所以这边呢它外面是全磁砖都是铺到完的 所以这整间呢几乎来讲啊 不用什么很大的砖修 而且里面的气保持到很美啊 从这边的屋龄大概是10年 所以呢屋主从一进去到现在 游到现在呢没有换过气 等下你们就会很好奇 为什么会这样美啊 我们来看看 这个屋主他很喜欢gardening 而且呢很照顾屋子 他是一对很慈祥的老人家 所以呢这边我跟他聊到也是很开心的 你看这边它的gardening做到多么的美 你们有看到吗 之前那一边的水池呢 他有养大概是8到16条的鲤鱼 他告诉我啦 只是呢过后他因为他照顾不来 他把他让给别人了 哇他从小小子养到大大只 他刚刚跟我讲了 所以旁边这一边 你可以看到整排的风扇呢 他都装好了的 很明显 他应该是盘完的时候呢 会在这边 放个桌子啊 在这边喝个茶这样的 我们从旁边这边进去 因为呢 屋主都很 时常从旁边这个门进去的啦 所以旁边这个gardening呢 有31尺 单单Lensize来讲呢 这个屋子有3906sqft 我们一起进来看看 来还没进来看之前 请帮我点击按赞 分享好订阅我的频道 我时时刻刻给你介绍 不一样地区的好物质 来 哇这个屋主真的很细形哦 还帮我开好ACON哦 OK 你可以看到这边 他的整个物质的condition 够大 而且呢 整个家事毫无保留啊 你们看到什么就什么 what you see what you get 除了他拿走一些私人用品罢了 你看整间的空间感不在话下 肯定是很大 肯定是足够 而且呢 你这边 假如你的宣官有拜身等等呢 位置又美面向南 旁边呢是面向东 这整间没有的好挑 方向 good OK 所以那这边是他的这个整个客厅的空间了 然后呢 这边我们一起来看后面 后面的话就是有分成他的厨房干厨房 跟他的私厨房 这边是他的dining area 你看他的 椅子排排饭了 然后呢 他的这个坐纸应该是可以摆得下6到8个人了 没有问题 而且呢 整间真的是很照顾啊 包括他的家事等等 真的是照顾到很美 而且你这边我们来看楼下 楼下这边呢是他的客房 但是呢 他这边把它当作一个stor room 放一个小孩子的chair啊什么啊 很明显哦 出产室哦 这边假如呢 你要把它当作是一个 这个客房也是可以的 没有问题啊 整间屋子是4家1房跟3个厕所 我们一边一边慢慢看哦 这边呢是楼下的厕所 四四番番 你要冲凉 你要上厕所等等 不是很大的问题啦 OK 我先把它关注哦 来 我们来看后面 这是干厨房的空间 所以呢 这边上下都给你做好了啦 整间都是美美的 实装 实用 而且这边我们来到后面 后面这边那是他的4厨房的空间 这边我们来看看 四厨房空间呢 这边有他的门啊 这边有放一个防蚊帐 所以呢这边的空间也是够大 而且呢 不讲hit那种啊 会偷风啊 是偷风啊 只是他放一个防蚊帐罢了 而且这边呢 你看他放洗衣机 放了冰箱 然后呢 这边就是给他煮的地方啦 假如你要大煮等等 我相信不是很大的问题啦 OK 来 我们来前面看看 整间的磁砖都是有的啊 不是讲到后面就没有磁砖等等啊 而且整间的感觉呢 是非常的 温馨的感觉 就是一个家的感觉 来 这里呢 就是他的一个Store Room 我看有摆东西吗 嗯 很明显 有摆东西 我们大概看看就好 OK 哇 看得出屋主是有原则的人啊 他的东西都摆到很整齐了 我们单单看屋子就从细节上面看呢 就懂屋主是怎样子的人啊 有原则的人哦 OK 所以 NUSA 独大这边呢 是靠近哪里 NUSA 独大是在Puket Inta的旁边 的一个社区哦 它也是靠近NUSA Pestari 这边呢 假如你去到CIQ 15分钟 你去到Seconding的话 也是一个20到25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 所以呢 这边的地区 你要去到Mark 你要去到前面的TFMark 你要去到前面的Lotus 你要去到前面的Aeyong Puket Inta 都是8分钟左右 可以到这些地方哦 Star Park都在你的眼前这样子哦 来 这边呢 是他的楼上一个中厅 你可以看一下中厅呢 这边他旁边 是有一个小Barkoni 因为他旁边呢 他有做All-Ning 假如呢 本身讲 因为我旁边要搭出去可以吧 没有问题 这间呢 是FreeHawk IndieVidual 这边来得乐意你装修更改 不是很大的问题哦 然后呢 这边我们来上来 我们看看一下其他的房间 其他房间 因为呃 现在目前只有两夫妻住啦 一个年长的两夫妻住 所以呢 目前其他房间都没有用的 所以你看到整间的情况呢 非常的新 真的是很新 这边的空间呢 也是 不用我多说 很大 然后这里的拐角处呢 他这边还有多一个很大的空间哦 假如这边你过后你要搬溢出可以吗 不是很大的问题 而且呢 这边 你可以看看他的厕所 厕所的话呢 它是跟旁边的二房是连在一起的啦 你们可以看看 石砖是上完的咯 嗯 整间真的是很美 OK 我们去到旁边看看他的另外一间房间 这边 这个房间的话 会比看看的房间还小一些啦 只是呢 空间依然是不在话 现在真的是蛮大的 假如呢你要放Cringcess的话 依然是放得到 这边还是可以放厨的 只是要看你们的设计啦 不可以设计太大啦 OK 所以呢这边小房也给你们看完了 我们来看主人房 我们来看看 所以这一边你可以看他整间的油漆啊 很整洁啊 看了会来的心情很愉悦一下的 然后这里的话呢 是他的主人房 主人房你看到咯 他有放一个Terry 然后呢 有放一个厨 然后呢 放一个Cringcess的船 整间的空间很大 没有问题 而且呢 这一边 在我们的进来的右边呢 他有一个很大的空间 给你放衣橱等等 他这里放一个梳妆台咯 然后呢 这边就是他的私人的主厕 主人房的厕所 他的尺寸呢也是上到完 而且呢 Sower Screen 这边也是做好给你的啦 View Mansion 这一边呢 你们可以看得到啦 很在乎细节的一个owner 来 这里呢我们来看外面 外面呢是他的做的一个Baconi 本来来讲 它Baconi很小很小罢了的 等下我给你看对比 你看到对面吗 对面的屋子 它是出来很小 大概是一个无扯罢了 只是呢 他把它Stand 出来拉出来 你就可以看到外面这一边咯 只是美中不足的是呢 楼上的Baconi 它没有做瓷砖 假如你要做的话 会更加美咯 这边呢可以在这边晒衣服啊 在这边喝茶等等 现在的风也是很大 你看这边的灯笼都要要晃晃 这里也是有转好这个风扇 所以哦 这整间的情况也是给你们看到完了 这里还有一个讨论 只是我开不到门 没有办法给你们开 这整间屋子的情况也是给你们看完了 我来给你们梳理全部的详情 今天我来到哪里 紧记车这间屋子 这间屋子呢在Nusa Duda 2 然后呢 它的屋子的尺寸是22x70 旁边多31吨的Garden D 然后总共的Lens size呢是3906m2 4架1房跟3个厕所 然后这间屋子呢 它是Free Hall 永久地器 Individual Lighter 任意端修更改 你要画颜色什么都没有问题 然后它这个 这边是有保安围理 24个保安围理的 保安围理的费用呢 是每个月130块一个月 方向也很美 前面呢是面向南部中西道 后面是面向北 旁边的地呢是面向东 东我们都懂咯 才去东风来了 这间的风水也是很不错的 所以这间好屋子要卖多少钱 全专修 全扩建 全家室 卖你1.3M 1.3M 价钱你觉得不安 我帮你跟屋主谈到安 OK 所以对这个屋子有兴趣的你 不妨可以与我确定联系 我给你更多的详情 甚至是呢 我们先下来 一个时间来看这个屋子都没有问题啦 所以无论呢 在金山沼泽买卖住的你 都可以与我确定联系 我是金松 一个认真为你介绍物质的男人 收集的分享视频到这边 谢谢观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